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展的基础上现在要搞欧拉的系统 还有华为不但要在5G方面引领世界 而且要在一个善行面上引领世界的问题 这些提法有一些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的 所以我用了几期的时间来解读学习任正非的讲话 解读任正非的讲话 不但是学习任正非的管理经验 学人家的哲学思想 学习任家这种豁达的精神境界 而且我觉得任正非的文风 任正非的鱼体也是相当有魅力 提问题的都是一些年轻人 华为的年轻的科学家专家 比方说韩先生 他是先进无线电视线实验室的一个代表 他问任正非一个问题 直接问 任总在做通信感知一体化方面的标准和研究工作 这方面这是我现在干的工作 6G潜在研究和标准化有分裂的风险 这方面您能不能给一些知道性的意见和建议 实话说他这话我听不懂的 什么叫6G潜在研究和标准化有分裂的风险 这句话什么意思 每个字我都认识 但是司马娘不懂他说的是什么 我们一起看看 任总怎么回答 任总说 从现实的商业的角度来看 我们要聚焦在5G加AI行业应用上 要组成港口机场逆变器 逆变器 数据中心 能源煤矿等军团 准备干嘛 准备冲锋 任总年轻的时候是军人 我中国人民解放军 所以他经常用一些这个部队的术语准备冲锋 他还说 那我们为什么还有拼命的研究6G呢 我们现在不是5G加上AI 而用用到各种场景当中去吗 我们现在下大气里我们要准备冲锋 那为什么还有研究 而且是拼命研究6G呢 答案很简单 科学无尽的前沿 你说科学前沿在哪 你翻翻你上个世纪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 你看科学前沿 几大革命讲的一些东西 今天都已经是眼前的事了 更大的前沿出现了 每一代的无线通信都焕发出新的能力来 4G是数据能力 5G是面向万物互联的能力 6G会不会发挥出新的能力啊 会不会有无线的想象的空间 无线电波有两个作用 一是通信 二是探测 过去我们只用了通信能力 没有用探测感知能力 这也许是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任正非说 6G未来的增长空间 可能就不是大带宽的通信了 可能也有探测感知的能力 通信感知一体化 这是一个比通信更大的场景啊 是一种新的网络能力啊 他可能支持呢 一种新的网络能力 支持扩展业务运营 会不会开创一个新的方向 任正非讲话总是那么以人入胜 他说 所以啊 我们这个研究6G呢 叫做未雨绸缪 抢占专利阵地 你不要等到6G呢 已经有用的那一天的时候 我们因为专利而受制于人 前瞻性 任正非说 过去我们总是强调标准 那是因为我们走在时代后边啊 人家已经在网上有大量的存量了 如果我们不融入标准 你就不能与别人连通啊 但当现在我们已经捅破天 捅破天是华为的专业术语 就向上无限延伸 别人够着了 捅破天的时候 领跑世界的时候 那你就不要受什么标准约束了 要敢于走自己的路 要敢于创建事实标准 就是说我这个东西呢 就是标准 我引领 然后我在最前面 然后呢 任总说 让别人来与我们连接 就如同当年 钱博斯的IP一样 独牌众议啊 钱博斯的IP 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互联网的IP地址 这是钱博斯的创造 钱博斯的功能 你现在你说 我不用这个东西 对不起 钱博斯先搞了 你没有不用的 你说你上网 你把你IP地址给我 你说我不用 我另有一套 你用一套什么屁什么屁 管你什么屁 你都必须服从IP 为什么 因为IP已经是互联网的 事实的标准 未来终端实验室的陈先生提了个问题 他说美国极限打压之下 任总现在我们的终端业务 尤其是手机业务处在一个相当艰难的处境 从公司层面来看 哪些领域未来有大的机会 公司是不是会考虑加入到新的领域 有没有新的方向指引 这个问题我就关心 这个先生提出的问题其实也是关心 比如我现在用华为Mate 40 Pro 现在华为的高端手机 在手机本来是前三 三星 苹果 华为 华为稳稳当当先散 而且增量非常大 马上就问顶第一的时候 美国人极限打压 华为芯片没有 华为能够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 但是对不起 台积电不给生产 美国人卡着 台积电知道有钱赚 台积电也不敢 美国人就是这么霸道 那好了 华为手机生产量直线下降 退出前三 华为手机 那你现在华为手机 我的Mate 40 Pro之后怎么办呢 Mate 40 Mate 50 Pro Mate 60 Pro 还有没有啊 芯片你怎么解决啊 这个终端除了手机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啊 这个问题的确是 所有的人都关心那个大问题 任总怎么说 任总说终端呢 终端是个复杂的载体 有那么多复杂的这个功能和应用 它不仅仅是个通道 注意啊 任总有一句话 也不仅仅是手机 这太重要 我们就盯着终端 终端不就手机吗 手机不就终端 不是 人总说 也不仅仅是手机 终端不仅仅是芯片问题 终端涉及到复杂的问题 这点乔布斯很伟大 任正非指什么呀 乔布斯什么伟大 有人说乔布斯晚年信佛的伟大 乔布斯晚年呢 这个参禅座瑜伽伟大 乔布斯意识到生命短暂 有意义 乔布斯跟人类带来什么什么伟大 乔布斯什么 乔布斯很伟大 但是任正非说的伟大 是指他创造的手指画触屏输入法 手指 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 你玩手机时间长了 手指的肚子都疼 肌肉疲劳 我有时候这个地方觉得不舒服了 我用这个指头 我有段时间我手机空 老年防沉迷系统没抓上之前 我这个手指头都划了疼了 所以这事就赖乔布斯 你创造了手指画触屏的这个输入法吗 任正非说 未来信息社会什么样 信息的体验全靠终端 那最重要的载体也是终端 因为传输设备 软件 这些设备你看不着 你也摸不着 终端将来什么形态 你猜任正非说 终端形态是什么形态 任正非的回答是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是肯定的肯定不只是手机 还包括汽车 包括家电 包括可穿戴设备 包括工业设备 任正非说 我们还要在很多方面继续努力 还有很多理论问题需要公关 一位姓刘的先生 他在服务实验室工作 他说我想问一个关于呢 链接外脑的问题 我所指的外脑是链接全世界的外脑 您讲到我们在再见的青浦基地 潮住好了 潮就是窝 鸟潮 窝住好了 我们在隐凤上 引来凤凰上边 会不会有更大的动作 任总听到消息 显然有点兴奋 任正非说 借助外脑的方式多种多样 比方说我们已经在做的 加强对大学中青年教授 博士的支持 合作兴办博士后工作站 邀请海内外的科学家 参加我们的公关工作 还要打造黄大年茶丝室 黄大年是我们家著名的科学家 黄大年的一项技术 非常了不起的 就是给地球做CT 黄大年如果不是因为英年早逝的话 黄大年对我们国家的科学的发展 对我们国防的安全 那贡献太大了 黄大年 任正非先生对黄大年呢 有另有一份尊重 所以在华为里边有个黄大年茶丝室 喝茶的茶 前沿思想沟通平台 他说我们还要拓宽思路 要探索更广阔的与外脑的连接方式 具体说 以长江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环境优美 适合外国人生活 那具体设想 你说如果七八百个外国科学家在这工作 他们就不会感到是在外国了 我们在上海青浦基地规划 一百多个咖啡厅 真是大寿命 咖啡厅一间一百多个 我最近我在北京首都机上三号航站楼 和喝过一次一杯 小杯 中杯都算不上一小杯 叫猫屎咖啡 128块钱 你说这事儿 给我的印象真深刻 任正非说 将在上海青浦基地规划 一百多个咖啡厅 全部由公司设计好 装修好 交给汇通的高级服务专家来创业经营 实现服务的专业化高端化 我们把环湖的十公里路 叫十里洋场 打以后十里洋场街 然后把园区那个湖 那个你完全可以叫这那马湖 路边的遍地都是优美的咖啡厅 适合现在青年 吸引一切裁菌 打造适合外国科学家的工作 生活工作 你的氛围很合适啊 任正非很失忆 他说一杯咖啡 吸收宇宙能量 让外脑在我们那产生碰撞 对冲 这个对冲呢 就会产生一种新的颈喷 任正非他既有科学家的 缜密的思维 有工程师的那种呢 严肃认真的态度 同时有诗意 这话简直是诗啊 对不对 我不知道任正非说一杯咖啡呢 就能够激发宇宙能量 这里面包括不包括司马南 在911那天 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 128块钱喝的那杯猫屎咖啡 猫屎能不能激发宇宙能量 这我不知道 反正是卖的太贵 猫屎咖啡我估计他肯定是特别后悔 卖个司马南这个家伙一杯咖啡 整天被他叨咕 我叨咕替你做广告 你便宜点不行啊 你买28还不行啊 把100块钱退回来 任正非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还说 当某一个国家出现战争 瘟疫这个困难的时候 你想我们有没可能用包个飞机去把这些科学家接过来 到这来我们一块搞科研呀 尤其是疫情的时候 咱们国家疫情控制的好啊 相比较来说比较安全呢 你过几年全球疫情都控制住了 科学家也可以再选择 你再回去吗 我们现在是网络世界 你在哪都可以搞科研 我们的欧拉会战 允许不允许国内的国外的科学家专家 青年科学家 一家带着家人 是吧 来三亚坡园区 一同参加会战 这段话里边好多信息啊 欧拉会战 什么叫欧拉会战 大家知道 鸿蒙系统现在已经上线了 鸿蒙系统上线之后 受到普遍欢迎 例如受到北京市东城区 拿的股像的居民退休老头 司马南的欢迎 我用了鸿蒙以后啊 我搜搜的快啊 我那华为明天斯40% 你用了鸿蒙搜搜的快 非常好 但是知道吗 鸿蒙正在推广过程当中 现在人在搞欧拉会战 欧拉是另外一套系统 更先进 瞄准国家基础数字建设 任正为先生说 不是调动国外人才吗 你那边疫情严重 你过来 而且带着家人来 还有一个信息 是三亚坡园区 华为三亚坡园区在哪啊 是在青浦吗 还是在哪啊 任正为又谈了另外一条 这也很吸引力的 他说在座的都是科学家 专家希望你们以后啊 要多抽一点时间读文献 尤其是最新的学术会议和期刊论文 可以把论文你们的心得贴在新生社区 或者是我们内部的什么平台上 共享给更多的人 科学家还是要多抬头看星星 你不看星星 你如何导航啊 我们很多人过得庸俗 这话是我说的啊 不是任正为说的 很多人过得庸俗 天天想就眼前的事 眼前的事很好啊 很重要啊 但是如果你是科学家 如果你胸怀远大 如果你至存高远 如果你不仅仅满足于日常的 吃饭活着活着吃饭 吃饭睡觉睡觉吃饭 如果你不仅满足这样 那就适合远方 吃饭远方是一种情趣 是一种价值 但是如果你是科学家 你要看星星 要变方向 你要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人的生命都是差不多的 短暂的 但是呢 如果你选择了为人类服务的 这种高尚的目标 你不断提高自己的财力 你就可以增加自己生命的厚度 更多的有利于人类的事情 任正非的座谈会上 绝没有睡觉 绝没有打瞌睡 绝没有人玩手机 Mate 40Pro也没人玩 有位姓王子先生 他是数据中心实验室的 他说 我呀 我是做类脑计算的 就是类呀 大概相当于分类的类 我是做类脑计算的 咱们这个技术呢 在咱们公司啊 很多地方都用得上 所以呢 这个技术已经没纳入到呢 纳入这个根技术范畴来做深入的研究 主要根技术 树根的根 根技术范畴来做更深入研究 将来支持公司的各种业务竞争力的提升 任总您对根技术有什么期望啊 有什么要求啊 期许啊 任正非张口就说了这样的话 他说这一点我是支持的 为什么支持啊 第一 从公司角度来看 我们公司最终体现的就要价值就是算力 就算数的算 我们公司最后体验就是算力 通信也是算力提供的呀 通信是给这个通信是给算力提供服务的呀 第二从国家层面来看 包括算法在内的根技术 对我们国家安全和我国家的技术来说是必须的 我们中国将来要推行东树西存 东树西算 未来我们国家有没有可能成为世界 第二算力的国家 完全有可能 那我们怎么算呢 首先我们有先进的方法 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先进的方法是什么 如果作为第二算力的大国 如果承载基础算力的东西 不是自己的 那怎么保证我们的信息产业安全 任正非在这提到了一个算力的问题 提到了一个算力大国的问题 第二算力大国 如果中国成为第一算力大国 毫无疑问是美国 对不对 第二算力大国是中国 咱们一般人强大国家强大的 我们现在还都说满脑子都是GDP 第二算力大国 第二算力大国 任正非 人家谈的问题 77老哥 谈的都是好先进的问题 张先生是规划部的 他提了个问题 他说我们研究院 有很多工作是比较颠覆性的 颠覆性的创新 本身就是要革传统技术的命 推翻这个 进入到更高的境界 所以在推动这种颠覆性的技术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您在推动颠覆性创新技术方面 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 任正非说颠覆性的创新 即使最终被证明完全失败 对我们公司也是有价值 因为在失败的过程当中 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 注意啊 任正非始终着眼于人才 颠覆性技术创新 任正非说失败不怕 失败了 也培养出一大批人才 正是因为我们研发历史过程当中 一些不成功的经验才成长出了很多英雄豪杰 失败出豪杰 大家注意啊 在这任正非提了很重要的理念 过去说我们只以成败轮英雄 后来有人说不以成败轮英雄 但任正非说失败出豪杰 任正非是不是这意思 任正非说 如果任正非有一天不小心 正好看到司马南这些节目说 司马南瞎解读我的话 我说失败出豪杰了吗 老人家 您说没说 反正我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您特别强调 在研发经历过程当中 那些不成功的经验 成长出很多英雄豪杰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任正非说 在座的各级干部 不都是浪费出来的吗 浪费出干部 失败出豪杰 浪费出干部 失败出豪杰 成败论英雄 这些话将来说不定都能入点 但是记住 所有的点都有一定的环境条件 不能把它无限推论放在一切方面去 失败出豪杰 是吧 浪费出干部 这话你要到反腐败的理论当中 这话当然不成立了 但是任正非 人家就是严格限定的 就在读数次的失败过程当中 培养出了一些人才 任正非的理论是 我们在颠覆创新过程当中 不完全追求 以成功为导向 我们当然要成功 但是不完全追求 以成功为导向 成功不成功是什么 是客观结果 颠覆创新过程当中的失败 也会造就很多人才 他们要把自己的经验和思想 完全分享出来 一能够启发别人 二换一个岗位 这个失败的 曾经失败的方法 可能在其他领域当中 取得成功 任正非这四位 真是厉害 我们的人力资源考察 机制不能简单的通过 成功失败来做评价 成功就打A 不成功就打C 打D 这不行 电视剧《国家命运》当中 有个关于原子弹引爆的故事 任正非老爷子 你说他多忙 他居然还看电视剧 看《国家命运》 关于原子弹引爆 他说当时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邓家仙主张的当量法 从管子的两头推动 两块半的U 就是原子弹那个原料U 管子两头推动 两个半块的U 并到一起 打到临界状态 产生裂变 在邓家仙 这个有缺点 缺点是接触之后 爆炸会把后半部分 还没有进入临界质量的 又炸飞了 另外一个是王干昌主张的 内爆法 这个方法相对容易一些 国家采用了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浪费很大 是有接触的一部分 炸了其他就炸飞了 内爆法的优势 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体积小 但爆炸效率高 任正非 引申到华为说 我们对干部的要求是 无论是会价值大小 都要做出正确评价 不埋没曾经走过这条路的人 不要一杆子打翻译船人 任正非管理思想 任正非管理理念 那个大学 那么多管理专业 是吧 有没有任正非管理学专业 有没有人开这么一门课 华为管理法 我觉得华为自己就应该 管华为大学 华为大学里面所包含的内容 相当丰富 十分重要 在四方南频道的节目 播出过程当中 只要是关于任正非的一些信息 我都会特别留意 有任何新的东西 我都会说给各位 这期节目先说到这 我下期节目说感谢收看 再见